我歌詞其時 她是Francis 她是Lasvis 我們今天唱這首歌叫做燈塔 愛指引導航 仍然是狂風勞海 謎舞女 盛出盼望 應得世家千空百瘡 緊守見魂無懼惡浪 向暗夜終止無盡 傳出信正代曙光 準確人生焦點 堅定隨處不變 輕盡呈現不斷 天天頭混亂 燈塔明光願照耀每天 近話遙遠將失送人牽 每日盈看那幻變經典 事愉快挑戰 你願我作燈塔發光 你願我作燈塔發光 迷無淚無淚 迷無淚成出盼望 應對世家千空萬瘡 緊守見魂無懼惡浪 向暗夜終止無盡 傳出信正代曙光 你願望 準確人生焦點 堅定隨處不變 輕盡呈現不斷 天天頭混亂 我願你願祈求 我願望 旅途 灯塔明光 愿照耀每天 近华遥远 将失丧人牵 每日盈看那画面经年 是愉快挑战 某日仍见诸面 愿获此冠冕 某日仍见诸面 愿获此冠冕 这首歌《灯塔》是我们重新启航时系列的第三首歌 是什么驱使你选择这个主题去写歌呢 Francis 你有没有留意 建筑物因应着不同的功能 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别 例如有些作为住宅 工厂 医院 学校 而在各种建筑物当中 有些可能你不太喜欢 例如对于我来说 我不太喜欢工厂 但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你会特别喜欢 不用问了 你一定特别喜欢灯塔呢 你猜对了 另外我还喜欢像桥梁 花园 不过这些我稍后再有机会再说 那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灯塔呢 说起来有些好笑的 你觉不觉得灯塔有一种英雄感 英雄感 有没有听错 是啊 我想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灯塔的作用 当然知道 用来被人拍照裸景 挺好笑的 灯塔的作用是航行在海上的船隻 标示他们所在的方位 从而让他们知道 使在正确的航道上 避免使错方向 甚至陷入各浅的危险 是的 特别如果在黑夜 夜晚的时候 又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的时候 航行看不到星看不到月 周围七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你听到可能是狂风在那里呼啸 风协着暴雨 巨浪 重重在那里激打着船 吹逼着船在黑暗当中急行 所以偏离航道 以至割潜的风险是非常之大 我想像到那些海员在这个时候 假如看到从远方灯塔照出来的光的时候 他们的心一定会很安稳很多 是的 由于灯塔就是发挥这个 这么独特的功能 他们通常都会被截至在天涯海角 在一些人迹刊置的地方 他们就是这样的孤独的 预纳在天地之间 无畏无惧地面对波涛洶湧的大海 在每一个黑夜 很稳定地来发出光芒 发挥着指引方向 带给人温暖的作用 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我所说的 英雄感的意思是什么 经你这样描述 我想像到一个站在懸崖峭壁上面的 孤独的合格的形象 哈哈 没有合格小说的感觉 我这首歌是想鼓励人 特别是基督徒 要发挥好像灯塔的作用 因为主耶稣都很清楚跟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就做黑暗 而是要发光 将黑暗驱赶 我很喜欢开头的几句 你与我作灯塔发光 以信以爱指引渡航 仍面是狂风老海迷雾 识出盼望 特别一开始说出 我们不单只要做灯塔 更加要做灯塔发光 假如不发光 那些灯塔 都只是被人裸景拍照 很同意现在的时势 就像在荊涛蟹浪的黑夜一样 或者我们需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要发挥什么作用的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准确调调好人生焦点 好 这次我们先讲到这里 不过最后都沉一点提一提 不要论识 要记得给我们一些回应 包括在Facebook follow 追踪我们 或者在YouTube订阅我们的频道 歌谱可以免费下载 我是Larswix 我是Francis 拜拜